针对基隆传出台风灾情,市府宣布要上班上课所引发的争议 市长谢国良表示,实际雨量跟气象署预估雨量出现明显落差 后续将与北北桃跟气象署延伤,如何因应极端气候的数据预报 也呼吁雇主如果员工因为天灾发生上班延迟,能够给予依法通融 我们这一次的台风的架是以基北北桃,大家基于中央气象署 给我们当时的数据作为一个原判,然后共同来决策 今天的雨量其实早上午也有上修,我昨天整夜也都在应变中心观测这个雨量 那我希望说假如有上班有延迟的部分,我们是可以依天然灾害 在这个停止上班上课的相关办法,来跟雇主来请假 那也希望这个雇主们能够基于法令的规定,能够予以这个通融 那这个气象署所预报的天气的雨量,有一些落差的部分 是不是因为天气聚后这个变化或极端气候的关系 这一点可能未来我们会再跟气象署来请教 这些雨量的落差是不是会变成一种常态 那主要是不是担心基隆就是会有灾情传出 所以整个晚上都住在放在应变中心这边来作证 因为我们看到的雨量是气象署是报12小时是会有120毫米 可是我们就一直在这边看 然后从2点看到4点,4点看到大概5点钟左右 那它一个小时就可以下接近100毫米最多的时候 所以气象是有落差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非常的关心 想要了解说我们各项的问题要怎么样排除 那未来这个如果这个极端气候会造成气象预估的这种常态性落差的话 那这一点我们可能就要跟吉北北陶在我们的平台上在共同的商量 看看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不过希望这个国人民众可以谅解 这个是基隆可以说是78个年来最强降的单日的雨量 所以造成了很多不便 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抱歉 非常的遗憾 记者黄志生、陈淑平、基隆报道